就在世界大赛上 没有抽到过他 这盘棋是维甲联赛的一盘棋 当时他应该已经是十几年胜了 就是他反正一直在联胜 虽然说那个跨界的联胜 就是他一直在赢起 那时候 就是当然不是 因为维甲联赛跨度很大嘛 所以他的联胜 其实就不算在他总战绩的联胜 但是他维甲联赛却那时候战绩很好 然后我对上了他 对上他之后 这盘棋我现在来回顾一下看 我首先有一个亮点 我虽然没有下出AI的招 但是我已经有这个思考了 现在我还是蛮自豪了 这是09年的棋 就这部下立了 因为当时没有人下这个棋 虽然我最后没有坚持住 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这两部棋 还是很棒的 就是 就说我这肯定是我自我思考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不需要下雪崩 我觉得下雪崩 就是 这个棋可以 对 就是你现在来看嘛 不是AI都是利的吗 但是我下一步没有下出来 就是当时还是受限于这个面子问题 其实我当时想过 其实就是 原来干不出来这种事情 就是 因为他肯定只能长嘛 就下部棋我没干 其实应该再爬嘛 其实这部棋我自己摆的时候是想过的 只是当觉得这部棋太俗了 就是当时 因为还是受限于时代 觉得这部棋跟白黑的交换太俗了 其实应该这么加的 所以我选择了一个单家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现在来看下周这两步棋 我还是挺开心的 虽然当时没有掀起什么波兰 对吧 大家看完之后一笑了之了 后面还是没有人下这个利了扒 也没有过多的去研究 还是下雪崩 主流还是下雪崩 但是我觉得对吧 能在2009年下周这部立了扒 我觉得个人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对吧 现在来看嘛对吧 都立了扒了嘛对吧 没有那个 没有雪崩了 不是因为我记得 我还有影响 我觉得为什么呢 就是这个跟大家讲故事 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要战斗呢 这地方对吧 我不是空挺多了嘛 我这个脚挺香的 我为什么要给你战斗 其实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思路 就是对吧 我脚挺大的 但是没坚持住 对 其实对对对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雪崩 有时候不熟 其实那些都是给自己找理由 小虎牙说的没错 有时候雪崩那个不熟 怕中刀你知道 所以说就被迫去二入利了 其实这才是真相 其实没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 就是怕雪崩出 不自己崩了 对 下雪崩自己直接下崩掉了 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么多那个事 对吧 就是觉得有点不靠谱 那冰原雪崩 毕竟变化太多了 所以说就算了 好了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看 然后他竖下去 这肯定他要竖下去 竖下去当时 因为没有爬这下之后 是有隐患的 我就猜不了了 就是我就准备二路飞出了 这时候就形成一个作战 就是战斗了 一上来我就跟他栗战了 但是下了几步就本性暴露了 就是其实我还是很习惯的处在一个手势 就全部都看到 就是这个棋其实他加可能加的有点近 他应该加的远一点 我就加远一点很好一点 就其实没有必要加那么近 就因为加这么近 其实他这个子稍微有一点撞我的后视 就是这是我当时的理解 我现在也是这么理解的 就其实跟小李夏还是比较清晰的 因为他力量比较大 就怎么样想的进入到一个防御的态势 所以说当他下出这两步棋的时候 我就大家可以就基本上就聊天了 然后这个时候 如果按正常的逻辑一定是接的 就肯定是不会退让的 对吧 正常说也不会有这种退让的期感 那接的话当时主要是我就比较担心的 就是基本上就陷入到一个 无法收场的一个状态 就是怎么说呢 肯定是双方要一直混战下去 虽然后来后面也是混战 但是呢我接的话呢 我比较担心就是对攻而求 所以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个机会呢 我就跑路了 对对对那就完美了 不能就 跑路了呀 就如果他断我我就溜了呀 虚晃一枪呀 明白吗 全面都是虚招呀 没有什么其实不能溜的呀 只要你想溜对不对 拔了花 你拔了花才两目起啊 就彻底坚定了我这盘棋 不攻击的思路了 你拔花你拔你了 对不对 对吧 就是反正我也不进攻了嘛 你随便拔 就是我 对吧我就溜了 其实不 但其实是他断我会退的 刚才这个 我会退一下再走下边 这样他吃的话 这个子稍微还有个影 就是刚才党其实不准确 就是我会退一下 他退我再弃子 总而言之就是 转身了嘛 反正那个我当你是后事 我也不攻你了 对拔花稍微有点亏 我可以退一下 退一下再跑路 这样的话我觉得还行 就起了 不是我一直都是跑路的起风呀 我本来也不是栗战型的 就是能给我机会跑 我一定是不会栗战的 就是我不太喜欢刚正面 因为刚不动了 刚不过 一路爬是啥东西 不是的不是的 只能说当年的 当年的那个跑路的技术要更高一点 你知道吧 更娴熟一点 你知道吧 就是更 更那个更犀利一点 对当年也没学会进攻 只是说当年的那个 那个技术 但这般其实我还是下的挺有力量的 我居然有一段去主动 我我跟他对攻去了 我也没想到我怎么会那么有力量 就是实战的话 他不想断 他想搬 搬的话我就只能挡 然后他在打 然后就混战嘛 这个球们看 就我不太给大家解说为什么 就是反正我的一个思路很简单 就是扛着 对吧 拿点空扛着 反正也不跟他正面冲突 就是靠着 但这一串应该他还可以 就这种形式他应该还可以 我有一说一 这盘棋下到这里了 但接下来 有 让他飞二 他应该没有想到 下一步棋 下一步棋 我发现我还是下出了风采 就是 我发现我那时候还是有 有点自己的东西的耳穷 有点自己的东西的耳穷 哈哈哈哈 不要说他没错 这都没你看出来了 就是 当年的话是这样的 就是当年还跑得稍微 要点面子的 因为骑不好 骑那个 骑那个就是 对吧 还是有点面子心的 现在就没有了 就跑得更彻底 对 这盘棋 我对这步棋 我 我居然会下这步棋了 为什么 自然解说原因 原来我在我的棋里面 我有这步棋 就证明 当时还是很有血性的 对 就要断他 不 冲了 本来冲也不亏的 不是 冲是必须的 断都不一定要 对吧 但是我居然敢断 确实是没想到 自己也没想到 故意他当时也吓一跳 对吧 一看我各种跑路的下巴 我就断上来了 后来小李有点乱 他一时没明白 发生了什么 第十点 第十点不行 第十点 不 我 这个太损了呀 就是他点完之后 我其实就是要 把它一分为二的 因为我这个脚太 就是这个地方不对的呀 以后太伤了 会被大家刮得很惨 所以他扶也行 断反看起来也是一步比较必然的棋 其实我觉得他退一步算了 但这就不是小李了 退一步海河天空 其实他加住我收益挺低的 我觉得他打个加才可以 但是呢 他没有这种棋 他的字典里没有这种棋 就是 当时他点我也吓我一跳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点这个 反正他的棋我不太看得懂 说实话 就是我跟大家说句特别 实际的话就是 小李的有些招 我也想过明白他为什么 我的这个段跟这个点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对我也看不懂 反正我看不懂我就硬一个 因为不能不脱先 这个恰断太大了 我就硬一个 那党的话反正就这样了 党的话我就长了 似乎看起来我 这串下的我还是挺舒服 他班好像是个失误 他好像应该冲一下 他冲了班 他单班是个失误 他应该冲了班 冲了班 他再长的话会好很多 再长我就只能补脚 他应该也是这步期比较 失误比较大 因为他以后就可以把我点死了 他单班是一个职业棋手的 那个习惯的嗅觉 结果没注意 张完之后我这个脚活了 就是一般职业棋手都想保留一下嘛 不想冲了班下那么俗 但其实这个局部就该下俗了 他俗完以后我只能补脚 他明显比实啊 俗门啊 对吧 等于是他这样我不用补脚了 对对对 他这样他还得长 长到这里我不用补了 因为我脚是活的 我就可以把它压住 这样他一下就不是特别舒服了 他点我就硬了 就是我当时没看懂 然后他跳出去跳出去 我在这里先手包扎一下 然后这个不能吃啊 这个太小了 就是先手包扎一下 他得补齐啊 不补的话是死齐啊 很简单的一个死齐 你打完了老鼠偷油啊 一个点 点方啊 就死了 就就直接进死了 所以他只能补完的话 我再把这个拔了 因为他这里还毕竟有个贴回来 就反正我这形状很差 我就把这个给拔了 那半战是他先手 就没有办法 然后就这个时候 这时候他其实应该补中间啊 他继续的走中间是比较好的 这番棋有点印象 其实我提完之后 他应该这里补一补 但他的棋确实是他不太愿意 小李不太愿意下一些 就是防守的棋 我觉得他应该接着补中间 大优没有 这时候没有大优 他走中间我没有优 他后来没走中间 他好像就坏了 这个棋 就是我还有点印象 就是他 他有点着急了 他其实我不厚这个棋 我中间这块棋不厚了 他只要这块棋出去 就想办法能出去 我这个棋不优的 因为他右边的模样很大 而且我中间这个拔发没有野 以后只要我中间拔发不复 他右边模样很可观的 我实控也领先很有限 他实战就 实战的话 他去猜就是战控着急了 一下好像就坏了 对应该是他形势不错的 他主要是后面没肯忍耐 然后一下就坏了 对我不优的这个棋 实在他太春了 这个棋 我们来看一看 他点完之后 他拆边太春了 他想等于是全部给 把那个时空给捞了 但其实捞了也行 他主要的问题就是 有些时候迫于是个高手 他有些事干不出来 小李有些事情他干不出那种事 你知道吧 所以说在面对这种大事 大飞面前 他有时候会有一点迷茫 就是这时候我很潇洒的去攻击了他 然后他这时候没有忍耐 没有忍耐 后来一波冲击 跟我一碰那个绞杀 他就坏了 就是他这般棋好像就坏了 其实这个时候可能还是他优势 其实他拆上面也挺大的 就这个时候 因为他大龙只有一个眼 其实这种很简单 因为大龙没有活 既然大龙没有活 我个人的理解对吧 就很简单的是 既然大龙没有活 我们就去把大龙打得活 其实那就是有点没面子 其实别的也还好 或者这么活也行 他挖这个也行 他挖这个顶住也行 顶住的话这里其实是有个段的 我得下面补一手棋 然后他再尖回 就是这两个图都肯定都可以 那这就损两目 上面可以的 这样的话也是活的 因为我这里得走 不走的话 这个局部断 吃不消了 这个截不能打 是无忧截了 这个段扛不住了 对吧 他就挖了顶之后 因为还没活嘛 有个挖 他就把这个挖给补了 这样也行 他只要退一步海阔天空回首一步 这棋应该他是优势的 我这个棋没什么东西了 而且到处都挺薄的 其实 木也不领先 其实还是他下出了风采的 我觉得 就是他实战一冲动就没了 就是主要还是他的性格 他没有这种棋 死也不能马眼再丢人 就是有点没面子 你知道吗 就是你来一攻 我们就去马眼 稍微有点没面子 这倒是真的 对吧 黑棋接龙了 真的假的 反正我印象中 我觉得他行事还可以 后来他一通拱了 然后就翻车了 就是这个拱实在太伤了 他可能没注意我把他搬住 就是 就是他以为一路拱 可以拱我那条龙 我搬住他就他翻不对了 就是断的话 这边出不去了 翻的话 我立了 这里AB建合了 他下不去 下不去 这一串就是损飞了 全部是里面的子 等于他就这样没有退度了 不能再去活了 再活就没法下了 对吧 等于是我白多一道铁币 所以他只能是 继续的那个 疯狂的冲击我 他实在下出了一点串的 疯狂的攻击的 局部算是好手 但是 还是不行 先送一波 然后再 强行贴出 非常的勉强 深入骨髓了 我也不知道 我没测过 就当时我还有影响 他下入这一串 说我人都傻了 这哥们怎么 感觉疯了 因为他上面四个 被我吃死本来 就很损空了 然后再从这个缝里 穿出来 我当时完全没看懂 因为他这里牵手祈求 就随时我可以把他打死 所以我只要出去之后 他就完了 他还得回一手 等于还该我下 我说这还该我下 是什么东西 等于马上就结束了 还该我下 你全死光了 到处都死了 这样我确定 他彻底结盟了 他这个不该 这个不该发力的地方 发了一下力了 这期我们的黑心 早 早 早 不行 好吧 我的内心还是一个 和平主义者 就是 我其实还是比最擅长的是防守 大家一会再看吧 这般其实我觉得 后面最出彩的是我的转身 不是我的攻击 后面我中央全死光了 其实我发现我最有特点的 还是我的弃子 转身 等一下可以接着看吧 这时候他其实已经不行了 他也知道他不行了 然后就乱来了 然后这时候我算轻了 这里不用补 我先把这个虎了 因为这个虎很大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冲完之后 直接把我断了 就是要不然我就不要中间这一坨 要的话 就是他断我 我很痛啊 其实当时他冲 我是不准备要的 我是准备撤军了 就是中间起 八个子不要了 就是 不 你说这种棋 确实上不了什么经典啊 兄们 就算我赢得很漂亮 但是呢 我一直在一直在弃子 怎么能成为那种对吧 对杀的这种精彩时刻嘛 对吧 所以只能当背景买 他当时冲我这是没弃子的 我有印象 就是虽说他后来 我发现那边不用顶 那我还别弃了 我先把这个捕了 他拖的话 我就很简单 我顶了一般 就是这里A挖把它退死 B的话我这里搬下去了 对吧 又是AB剑合嘛 其实我下期很喜欢AB剑合 就是AB剑合很简单 你知道吧 就是我不用太多动脑子 对吧 退他杀不过 所以他只能吃 吃完后我搬下去 他只能断 因为他退的话 是肯定不行的 我回去他就输了 所以他只能断 然后我吃 他吃 他这样硬吃我 我就溜了 这时候 这时候他已经不行了 就是他如果是挡的话 我可以团在这 团在这之后 他就不行了 还得这个起点谱嘛 然后我把它断了 他肯定杀不 最多是双火 就一起 大家看 没有双光都没有眼 就是最多是双火 对吧 就这个形状 还是比较清晰的 最后他挤的时候呢 我就丢了 我把他溜个气了 然后就 就轻松了 这个气 我最终还是要走入 气子的 其实气子我觉得是 我赢得最稳的一个图 我去 体右上 哪个体右上 体右上把我吃光了 体右上把我吃光了 你说我把他吃光了吧 大家看 这个就比较清晰了 反正我们 对吧 往前攻击 这个棋 没有风险 大家看 我们要下一些零风险的棋 然后逼他做火 然后我也不动脑子 就一个往前拱 如果他正常是跳过 然后我再跳下来 这时候就必胜了 这个气子 因为他全盘没有空 已经没有空了 所以 这时候已经就结束了 那肯定不记得了 气子 那个稳定 就这番棋 其实他就强硬发力就不行了 就是他后来这样杀我们 我们来看 就这期 我觉得真的挺轻松的 就当时觉得吓了 他跳是个先手 给大家说一下 我得挡这个脚 要不然 这个脚被杀了 不是 这样这样 我摆错了 这个脚被点死了 被斑点死了 这个铺没用 所以他这个得硬 就他直接跳不行 给大家解释一下 他直接跳不行 因为天上有冲断 天上有冲断 这个打三个是打不到的 那三个被拍死了 其无所谓的 所以他点是个决先 我得硬脚 然后他走这个时候 我再次后退 再次后退 再次弃止 然后我们就跑路了 对吧 所以这才是 其实这才下出了 我个人的风采 占了优势以后 就各种跑路 对吧 我把他这个脚 脚又卷了 中间就全不要了 大家看 其实这才是我 我的比较 就是 完美的发挥 不计算了 其实我挡也没事的 就是说句实话 其实他冲我挡也没有任何事的 只是我不想算了 你知道吧 挡什么挡 对吧 没有必要挡 对吧 然后你强都你强 反正我都硬不就完了 对吧 对吧 什么就是 这个才是 其实对 这时候其实我 起比较成熟的一个 那个什么 对 没抽到也很神奇啊 我没抽过到过他 反正我后面 我下的好的那几届 他都先倒下了 我我下 反正没抽到过他 对 其实我不是特别 对 不是特别虚 对 我觉得跟他下是能下的 对 因为 因为说实话就是 对吧 就正常下嘛 对啊 就是跑 不行就跑路嘛 对吧 反正我也不跟你 正面冲突 对吧 就 其实挺好下的 对吧 对其实我不是很虚他的 起风 对 对我比较怕那种绵密悠长的 对或者是 攻势比较那个 就是对比较 起风比较厚重的 对他其实 一直这种强力进攻的 我不是特别怕 就是我 我那个 就是 还在比较一线的时候 对那年我好像拿了 MVP 就是影响你的这一点 就是最终我是 就是主将 为的好像是MVP 对09年还是11年 应该是就这一年 对对就是 对就是因为我胜率够了 主将和那个总胜局都够了 所以不是特别怕他这种风格 就是就是对主将胜率第一对 我其实攻击没学会 就是我的棋 只要别进攻 其实看起来都都挺像棋的 就 我只要我别杀别人 其实你们就会感觉 其实我其实挺强的 就是我这里不是我自以自吹 就是你会感觉下的头头势道 只要一攻击 我告诉你 就那个画面就美如画 基本上就垮了 就是特别是我去杀人家 就是 就只要我别 基本上就别走到那个对 我杀对方的那条路子上 其实我都还可以 这个起来 就是看起来至少还像 挺像那么回事的 明白吧 我们就是 就是防守问题不大 就防守我还是有点实力了 那进攻实在是太烂了 不 这番棋主要前面可能领先了 我也不知道我哪领先了 可能他前面子孝有点低 Ai测一下是完事 好吧 好吧 现在还有Ai 笑死我了 测一下是完事 只是给大家聊聊天 就是我觉得 就是 基本上就是我觉得下的比较好的 是我有反击 就是 然后也有弃子 我觉得这个是下的比较好的 老早接龙 那我是不知道接龙呀 哪有那么高水平 如果我都知道他接龙了 那我早就是早就无敌了 其实下的时候是不知道的 只是觉得我应该行事还可以 这是十二十三年前的棋了 十二年前的棋了 现在就算了 现在下棋 不没就是计算跟不上 就只能是说下风 什么时候下那个举办那种棋 你知道吧 比如说那个 就是类似那种 那个年纪 比如说年纪很大的 就是分年龄段的才能下的棋 或者是一些邀请子还是可以下的 你知道吧 就是首先要对手也是老同志 或者比我年纪还大 那是可以下的 说实话 肯定是可以下的 就是对吧 就是说至少不虚对手 反正大家都算不清 就大家水平都退了 对对对 就是你要是跟那个年轻人下 肯定是不行 因为你没有下不了这种棋了 就是对吧 人家稍微落后一点 就开始跟你到处 到处拼命 你根本就招架不出了 因为那个计算跟不上了 全是那个对杀手全是漏招 你知道吧 就是你不可能永远不接触战 对吧 像职业比赛 你很难一盘棋 对吧 完全以德服人 不太可能 对啊 他就跟你乱来乱拼 你有时候就算不清了 就 似乎下来也不一定 跟高伟三下 我觉得真的是没下的 因为小时候我觉得就 说实话 我这里关了 有时候 再见 我